《海贼王》1017话,凯多与闺女大河激战,大河身上出现玉田的影子,吓坏凯多。 《海贼王漫画》中,凯多与她的不肖女大河终于相见了,她还派人寻找大河,没想到大河的手铐解开了。 凯多本以为大河要逃跑,没想到她会站出来阻止自己,大河明确要跟凯多决裂,断绝妇女关系,他们两人在鬼岛上展开激烈的对决。 凯多对大河太好了,想让她继承和施国将军之位,毕竟凯多杀了黑炭大蛇,和之国将军之位就留给自己的女儿,不过她拒绝了。 大河真心不像话,她的人射崩塌了,和之国篇章中最失望的角色就是大河与玉田,大河只看了玉田的处刑,就要成为光月玉田,她一心想要光复和之国,将和之国将军之位还给逃支住。 这种举动太恶心了,明明就是凯多的女儿,却想要击杀凯多,帮逃支住拿回将军之位,真以为自己就是玉田了。 大河的角色完全魔化了,不过对于主角来说,这是一件好事,毕竟大河的实力很强,还拥有霸王色霸气,跟凯多互贫霸气暂时不落下风。 凯多很明白告诉大河了,你们不可能赢的,乖乖跟老爸回去当将军吧。 这么暖心的凯多真的不多见,对自己的闺女多好,但她的脑子中毒了,精神偶像远超血缘关系。 大河决心要跟凯多战斗,凯多也没有办法,既然她要玩,凯多奉陪到底,凯多并没有打算手下留情,她变成最强的人手心态。 凯多应该要教训一下大河,闺女不听话就要挨打,不然白白跟别人跑了,大河已经想好未来的计划,她要和陆飞击败凯多,最后跟陆飞出台冒险。 北田又给草帽一伙安排一位美女上船了,大河确实是有实力成为陆飞的伙伴。 妇女相残的剧情来临,整个海贼王中,除了明哥枪杀自己的父亲外,还没有妇女相残的剧情。 大河已经将凯多视为敌人,她立志要阻止凯多,当陆飞归来,大河与凯多的激战好精彩。 大河使出了最强的一击,从天而降的攻击,凯多从大河的招式里看到了玉田的影子,她的表情有点严肃,玉田就是凯多心中挥不去的阴影。 玉田真的这么可怕吗?凯多只是被玉田砍了一刀,从此她就很畏惧玉田,即使在对战九霞时,凯多也从九霞身上看到玉田的影子。 凯多从大河身上看到玉田的影子,这是凯多的伤疤,她的表情瞬间变得搞笑起来,露出惊恐的表情,嘴巴都吓坏了。 过了十二年,凯多还是无法走出过去的阴影,不过凯多并没有被玉田吓坏,她如今的实力金飞希比,即使是玉田复活,也打不过凯多。 大河的结局也很惨,她是不可能击败凯多的,勉强能够阻止凯多就算成功了。 大河被凯多打落鬼岛,这种情景是不是很熟悉,跟王露飞一样,被凯多打入大海。 大河都晕倒了,眼睛都变白了,太可怜了,大河被凯多打残了,对自己的闺女都这么狠心,大河绝对不会原谅凯多。 和之国战争篇章越来越精彩了,陆飞差不多要满血复活了,大河对战凯多肯定是不敌的,他会被凯多击败,陆飞才会满血回归,最后上演英雄救美,大河越来越欣赏陆飞,加入草帽一伙变得更加合理,对此大家有什么看法? 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评论,图片来自网络,亲身致歉。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。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!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。再见!